韓日大世界来关心 以色列26号将召开内阁会议 商讨跟里巴嫩的停火协议 外媒转述消息人士的说法 表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原则上会同意跟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 飞弹击中建筑物发出巨大爆炸声响 橘色火光伴随浓烟直窜天际 惊险瞬间全被拍了下来 以色列持续轰炸里巴嫩 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 25号传出多起爆炸 里巴嫩也多次射弹回击 造成大量人民流离失所 不过现在传出了停火的曙光 以色列当地时间26号将召开内阁会议 针对里巴嫩的停火协议讨论 CNN引述消息人士说法 表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跟官员 日前进行了安全资商会议 原则上会同意跟真主党的一项停火协议 但仍保留部分细节要跟里巴嫩政府讨论 强调除非解决所有问题 不然协议不会敲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5号表示 美国正全力推动以离停战 目前也有所进展 但警告达成前都不能松懈 白宫国安发言人科比则表示 停火是总统拜登的首要任务 但并没有针对细节多做说明 停火协议终于传出曙光 外界预期中东区域冲突有望降温 也让国际原油跟黄金价格都下跌 这样的变异